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该如何面对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83篇 是的,许多时候我们面对身边的坏人 朋友,同学会来攻击我们 诗篇83篇,以色列正经历到这个事情 他们经历到有十国的联军 起来大力的攻击以色列人 他们不单是攻击以色列人 事实上他们在攻击上帝 他们要得着神的住处作为自己的产业 他们里头是对上帝的抵挡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走神的道路 要面对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的攻击 很多的批评、嘲笑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 经文何等的宝贵 经文提到了上帝要对待敌人 如同对待米殿 如同对待西西拉和耶兵一样 西西拉是诗事记第四章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一个大将军 却倒在一个小女子的手上 被杀神要刑罚攻击上帝的人 而且这些绅士浩大的石国联军要被神攻击 他们好像旋风前的尘土 好像风前的碎阶 就是风一来都没有了 好像山林火一烧都没有了 神要除灭他们 神不但要施行 公义的审判更宝贵的是 上帝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够知道 唯独你明是耶和华 是权地以上的至高者 是的 神要刑罚攻击上帝 攻击上帝仆人的人 更重要是神期待 列国人能够认识神 能够赞美神 接下来要接提到 愿你是他们满面羞耻 好叫他们寻求你 耶和华的明 使他们知道 唯独你明是耶和华的 是权地以上的至高者 是的 愿一切攻击上帝 攻击上帝仆人的 能够满面羞愧 好叫他们 起来寻求神 知道神 认识神 我们来祷告 求助保护每位属神的子民 让我们勇敢站在神这一边 刑罚一切的恶人 更让所有人 都能够认识神 敬畏神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